徐,徐的話,這裡看起來比較乾 這個帶起來,再從這裡過來 煞車帶起來,然後煞車帶起來的感覺 這帶起來都是有目的的,這是行速的動作 撇,撇起來還有從這邊兜出來露出一點尖尖 然後這裡,都要這邊,又帶回來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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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速的感覺 那這很厚實,然後再滑過來,帶上去 好,這個帶上去啊,要準備寫 中間這裡,所以要心理準備要勾 側過來一點,側過來一點,起來 飽滿的帶過來,點靈活的,好,徐 零,零,左邊插,又冰短 然後兜上去,下來,跳起來 然後這邊,逆勢帶起來,點,短 這邊比較厚實,帶上去,拉高 有點兜到右下角,折下來,挑起來 撇過來,順勢拉,拉,拉長 零,動,短束,有點粗細 一般寫字的時候都會有一點刮動的感覺 產生一點阻力 然後這個是按著,然後往內有點膨脹起來 膨脹起來,這個往內收緊 這個動作,往內收緊,非常重要 在罩門戶裡面,這個收緊放鬆的,非常明顯 咚,這裡還攤上去 攤上去,所以造成它上面有一個所謂的 逆勢這樣上去,再下來 那下來記得還是要有粗細 準備要勾起來 到最後這邊的筆尖跟它的方向非常重要 否則一定勾不起來 起來以後再從這邊繞過來 用力一點,撇出去 撇出去以後,滑動,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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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拉到最後面,一定要送到後面 咚,接,接的時候 這裡非常厚實,用力按下去,不要怕 從粗到細 然後輸到細以後,它這邊是兜上去 所以這邊產生一個逆勢 然後再下來,到這裡 勾起來,勾起來,在這邊 用力跳上去 然後跳上去以後,對著上面的尖尖,拉動 它後面這裡稍微有點帶動的感覺 再移動過來 帶過來 折過來 翻過來 起筆滑動,停著 上面是緊縮的 然後在這邊是開始放開了 所以這邊非常的長 然後這個女這邊是緊縮的 這個平衡感非常好,拉得非常長 一定要送到底 好,接 這個平衡 這個平衡啊,有產生逆勢 有種這種刷動的感覺 刷動的感覺 然後下來這邊 厚實 撇過來 滑出去 配上長長短短 注意中間間隔不要太寬喔 太寬這個字就鬆了 張開以後 記得要多回來 東西 勾起來 夠起來是為什麼呢 嘔 勾起來是為了 到這邊來 然後從這邊起筆 帶過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注意點的姿態跟大小角度 它是有流動的 屁 首先這個細細瘦瘦中鋒帶起來 叫出滑動 然後從這邊過來 可以明顯 帶起來 然後這邊拉得非常長所以要心理準備 我們在寫字的時候其實很多筆劃都有想好 這樣才起來 如果斜一斜卡著就沒辦法了 這勾起來目的是為了先 斜一斜一個pia pia帶上來以後最後這個點 跳過來 好 南 南這一項寫得非常的肯定 還是加一點粗細 按著 變細 兜過來 這樣兜過來的感覺 寫字就是所謂的筆勢 然後在這邊要準備 準備什麼呢 圓轉下來以後到這裡 跳上去 跳上去 向中間集中 它的南上面這個撇點是抄出去的 然後注意要保留 行書 前面這筆劍流動的感覺 讓它看起來形狀是楷書 節奏是行書 要把它寫完整 南 上面這兩筆劍 對 上面這兩筆劍寫得還蠻厚實的 用力 一高一低 一出一瘦 點 後面這要靈洞 點 跳過來 繞過來這邊伸長 細瘦 停住 停住以後回來寫這裡 下面這 筆劍都偏細瘦 偏細瘦 這裡開始粗一點點 帶上來逆回來 帶過來 好前面這些動作都要保留著 帶筆過來的感覺 然後這邊它重新起筆 比較稍微粗一點 位置 降下來 對 粗細慢慢粗 歪過來 挑起來 點下來 點偏高 對 寫 寫的都輕盈 不要以為輕盈 就可以隨便亂寫 這些點的話 還是要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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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筆筆要送到 不要想說要輕輕的就隨便給亂寫 沒有這一回事 點 一樣 後面要拉動 不要以為這裡沒有 上去 扭下來 撇 其實它的形塑動作真的很明顯 非常的多 主要是它的形塑實在太厲害了 而且非常熟練 所以既寫這種楷書 還是保留大量形塑的味道 外形楷書 然後它這裡寫稍微細瘦 而且稍微 寬了點 沒關係 照它寫 一樣 掉過來 帶上去 中鋒多一點 對 はい 反